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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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孩子 女儿和儿子 还是一个态度的 上次来我来呢 是儿子给报的名 儿子来的 女儿呢 她因为工作忙 没有来到 但是呢 跟凤娟 他们现在 韩阿姨 说我 根据时间吧 我们再改口 所以呢 非常的高兴 就是上次来选择穿的衣服 没有见过凤娟的面 那就是女儿给买的 真好啊 这边一边 现在呢 儿子和女儿 每天给我连视频 要给凤娟阿姨 说几句话 特别认可 在我们那个家庭里 我就刚才跟这位 两位嘉宾说了 没有磨合器 非常的融洽 我的女儿 我的小孙女 过去跟我好 现在我上后退了一步 跟她好 晚上睡觉也要跟她 像这个儿女 特别支持的 婚后都会非常幸福 而且儿女特别支持的 来我们这儿也容易选择成功 因为爸妈妈心里踏实 才能在现场啊 真的敞开心扉 去迎接 另一半来到身边 迎接再次的生活 所以我也特别祝福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 云先生和凤娟女士啊 能够在儿女的支持下 在这个和睦的家庭设备中 甜甜蜜蜜的 抬头到老 祝福两位啊 谢谢两位 走这步是必须要简单的 跟他们就是简单 其实我们总说啊 这个母亲不容易 父亲也不容易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做咱们第一排啊 有一位先生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但是我对他是很熟悉的 因为我看到过很多关于他的故事 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单身的父亲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这位父亲 正是这位年轻帅气 却有着不同常人经历的孙先生 由于早产 两个孩子一出生就不幸成为脑瘫化儿 下肢无力 不能正常行走 在他们四岁时 母亲因不堪重负离家出走 2006年 孙先生为了能让孩子站起来 只身带着两个孩子 从黑龙江来到北京 他俩先属于是先天性的脑瘫疾病 就是说那个早产的时候是 就是脑缺氧 然后窒息 导致就是最后脑瘫 就是脑细胞坏死 小脑细胞坏死一部分 您生下就知道了吗 您出生就知道了吗 出生下当时不知道 但是后来经过快一年的时间里 然后感觉他的有些跟正常孩子不一样 所以后来确诊小脑偏瘫 就是肢体障碍 一对女儿都是这样的 两个孩子都这样 是 2006年我带他俩来北京后 一直是我们仨在一起相依为命的 就是那种生活吧 苦也好 乐也好 当时是背一个抱一个 前面抱一个 后面背一个 当初来北京就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一个能上学 会走路的一个梦想 一直建设了这么多年 那来北京怎么生活呢 当时北京呢 我没有一个认识人 就是我来到北京 我也不知道该去找这帮 我来到北京 俺会坐路的一帮忙 坚持人 我来到北京 的东西 我去那边 我去一帮忙 抱个儿 我来说 有心 我来到北京 一定要 感谢观看 我这些娘子一直在奔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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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黎毅 北京市审计局退休 兴趣暗号打乒乓球 大家好 我叫田千 今年64岁了 已经退休4年多了 退休之后 我主要就是锻炼身体 冰王球是我的最后 每天下午 我都去打打冰王球 锻炼锻炼身体 天气好的时候 能打上三四个小时 天气不好 有时候打上一两个小时 我今天来到这儿呢 希望找一位贤惠温柔的 相互欣赏 相互包容 相互以沫 过好余生 您这个退休了 有四年的时间了是吗 对 对对对 因为你退了四年了吗 前前后后 这生活的改变 您现在已经适应了 对吗 对 我现在 那主要现在退休生活 都做些什么呢 上午吧 一般做做家务 买买菜 收拾收拾屋子 看看书 下午一般出去运动 打球 一直到晚上回来 自个做点饭 吃点饭 看看电视 就那么一天 每天都这样 生活挺规律的 挺规律的 运动 看电视为主 对 很多中老年朋友 在退休之后选择 出去旅行 您喜欢旅行吗 我也挺喜欢旅行的 日本啊 泰国 柬埔寨 那您都跟谁去呢 我就跟我妹妹 妹夫什么的 您最喜欢的国家 是哪个呀 我就是北京人 我还觉得 北京的水萝卜最好吃 我也喜欢 但是没有机会去了 贪孙子了不是 吃到要两个大孙子 这会儿可以解放了 他们上学了 那您看她有眼睛 不错 挺好的 因为这老大姐 老大姐是62 所以她年龄匹配 您是哪一年离婚的 2006年吧 女儿那年是大学毕业 考上研究生了 我也是觉得不行 俩人性格合不来 我说孩子既然已经成年人了 就干脆就放手就完了 分手就完了 女儿理解吗 女儿理解 她说赶紧离吧 整天老吵架也没什么意思 离吧离吧 就是 那等于女儿是在你们的吵架声中长大的 反正是经常吵架 生活观念 生活理念 价值观各方面都不是太一样 家庭幸福指数很低 天天吵架 对孩子有影响 在您过去的那段婚姻中 20年的婚姻中 是不是吵架的时候 您总是期待能把事说清楚 把这问题解决了 然后以后呢 咱两口子别再为这种事再吵 是 是这一段 我老想说清楚 但是呢 他不给我这机会 他那话嘟嘟嘟嘟 跟鸡枪似的 特别快 特别 前三年前五年 那沉芝麻烂谷的 跟你这翻 心理学做过研究 不期真吵的内容 有69% 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对 第二 夫妻之间吵架 女同志的思维 是比较跳跃的 比较发散的 就是这男同志吧 经常想 我跟你讲道理吧 这事就是你不对啊 你今天就 你看 明明是怎么怎么着 你就怎么怎么着 好 结果太太说了 眼看着太太这吵不过了 太太突然说 老天 你怎么可以拿手指着我 你为什么拿手指着我 我指着我 完了这事就变成 你能不能拿手指着他了 确实 人说的专家说的对 其实男人就怕女人唠叨 夫妻争吵啊 不要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吵 真是永远没法解决 吵的主要是一个情绪 对 其实很多人呢 他没有真正的面对 这种婚姻 这种经营 只是吵架的时候 你沉芝麻烂谷之前出来了 你说你的不对 他说他的不对 互相指着 这婚姻可能蒸蒸吵吵 一路走过来 也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对 那么新的生活 我们总要面临一种 不同的状态 而且也希望再一次的 这个成家 是另外一种氛围 对 您想好找一个 什么样的女士为伴了吗 彼此欣赏 这个 彼此理解 彼此能够包容 互相能够帮助 这个 已经到这岁数了 这个 剩下的时日无多 这个 相濡以沫 能够走完这一生 您希望找到的是一个 什么性格的女士 只要讲道理 温柔贤惠 讲道理 温柔 我是一个贤惠情的 感觉田先生是一个 很好沟通的人 无论是自己表达 还是说在倾听别人的时候 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好的 自己表达很清晰 那么另外一个 倾听别人的时候 咱也不去打断别人 你说你的 我在倾听 包括一些自己动作 我认为 这样的人士呢 就好沟通 好交流了 尤其是男士 在语言表达方面 我觉得 音不亚语 台下的歌额 刚才凤冤姐是一直在乐 这五个嘴的歌额乐 您笑什么呢 开心什么呢 电视好多优点 真的挺好的 挺不错的 跟他结合也会很幸福 你看看旁边老公 这眼神不对了 好多闪光点 他有做这个很相似 谢谢您 哪点像啊 说说 持家 生活这方面 照顾家什么的 都挺好的 就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 生活上 真的很重要 就是脾气性格 各方面生活习惯 确实很重要 我们俩就是 好多事全都 就是他想什么 我正好说 他想做什么 我正要做 有时候就他想什么 我就给做好了 完全在一个频道 对对对 完全在一个频道上 不用说 之前说商量什么 明天要做什么 不用 所以这是奉娟姐 看到了云先生身上优点 而且一拍即合 对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有几位 非常优秀的女士上场 也特别希望啊 能有像奉娟姐和云先生这样 就一拍即合 特别默契的 这种组合出现 是 好不好 接下来您要认识的是 我们第一位女嘉宾了 您的小毛巾一直握在手里 是为什么 我耗出汗 您要打针道 紧张 紧张 真紧张 放松一下 好嘞 来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马上登场的 马叔秦女士 您好 老师好 小鑫 马家老师好 您好 老马家人 老弟 您好 老师 您好 大家好 先生你好 来 请坐 谢谢 田先生 您觉得女士一上场 有什么特点吗 是梳着辫子吗 梳着辫子正常吗 正常啊 多漂亮的麻花辫子 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输的人少了 我小时候都输这种 那你喜欢这种漂亮的麻花辫 这种发型吗 挺好的 确实不错啊 谢谢 来 这个马女士 一分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你看香不香 大家好 我是马树琴 今年62岁 是唐山人 北京户口 我有一双孝顺的儿女 有两个孙子 我们家是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 闺女来了吗 闺女也来了 儿子也来了 儿子呢 儿子 儿媳妇 今天我姑爷们到来啊 只有差我身边有个拜 你觉得今天有希望吗 今天我觉得我好像有希望 你有信心吗 不好有信心 因为我 妈你是有才艺对吗 就是平时爱唱歌歌 来 这个抓紧机会啊 你看先生在旁边很认真在听 是吗 我们来一段才艺展示 给我们场上田先生留下一个深刻印象 好不好 好 好 太感人了 特别有爱心的妈妈 发自内心的 妈妈的眼里流 情景模拟 田先生和马女士两人在约会 过马路时 一行人在马女士脚边扔了一个烟头 田先生和马女士会怎样处理呢 先生 请您 怎么了 大姐 你把烟头扔在地上有点不礼貌 我扔就扔吧 你那么多事呢 你怎么办 你管着吗 您这现在啊 不让抽烟了 我不扔了吧 不抽了 扔了 你也得扔到烟灰桶里头 不是 哎呀 您什么事呢 您告诉我 你看 哎呀我什么事 你扔到人家脚旁边了 就是对人家不尊重 你要烧着人脚呢 烧着了吗 哎 要半屁烧着了 你说烧着没烧着吧 现在是没烧着 完了吗 提醒您注意 您提醒了吗 请我介绍了 我走了啊 好嘞 您把烟头捡起来 哇 这这这这 请您把烟头捡起来 有人请进来人扫 请您把烟头捡起来 玩不了111 您帮我捡 您帮我捡起来 你觉得我捡起来 也合适吗 小伙子 我倒觉得没人不合适 你捡着不合适吗 没觉得人不合适 而且觉得公共卫生好 应该讲究一下 不能够说是 你随便想扔就扔 想抽就抽 是不是 这样不好 这样 人家的地儿 我帮你捡起来 不是我 但是你扔到人的脚旁边 本身就不对 你应该本身有个歉意 帮人家捡起来 这是你应当做的 我怎么也要点脸是吧 有点追究那个小事 这样容易引起争吵 就是说两句就行 对 不要不停地去说 你想争个理 你看他当时还说呢 他不就是平时在 比如说那个生活当中 为什么吵架 就这个事情 他非得要去说明白 说清楚 其实说不清楚 女士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简单的几句 一带而过的时候 先生挺身而出 他就去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我觉得田先生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他说道理 嗓门不大 语调不高 他始终保持那种不温不火 特别 咱不能说温柔 就特别那种冷静的态度 或者是大度一些 他把烟头也不说 就捡起来 就扔了 最好 其实很多事情没有道理可讲 我是感受者 重点我想强调一下 我们女士非常有主见 非常有自己的主意 包括刚才那种气势的压迫 让我觉得说 捡起来 捡起来 对 小伙对你合适吗 面带微笑 然后但是呢 又对自己的这个坚持 非常的坚持 我觉得这点来讲 包括以后可能 如果真是二位 这个在一起 成家过日子 在很多这个事情的决定上 包括很多原则上的问题上 我觉得有很好的把控 对女的挺大度的 这轮过去之后 先生 您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不错 讲道理 我觉得最大特点 不让您注意到没有 这女士全程都在笑 听听人也是微笑 对 让人觉得没有那么的尖锐 心里是舒服的 对 这算是优点吧 是优点 优点 女士还有很多优点呢 我们慢慢来了解好不好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 在AB板块中 男士选择想要了解的问题 来对女士进行深入了解 A板块有子女情况 特殊经历 相亲经历和情感经历 B板块中有住房问题 优缺点和对未来生活的规划 先生先从A项当中 选择一项最想了解女士的 相亲经历 到北京以后就 有人给介绍了一次 接触了一段时间吧 就是 都该到 就是该结婚的时候了 把那个 衣服都买了 完了回来 他儿子出现 就是说 就怕我占用他们家房 就这样 完了他儿子不请结婚 就是请跟我爸这玩来行 不请结婚 那我就算了 就是你二人相处的 还算是错了 对对对 他反对 他当然老上来 给你讲回来 这不也麻烦吗 你要想想先给孩子 先讲明白了 完了这孩子同意你再来找 不通过孩子你来了 找到了 孩子要捣了 那绝对不行 那就是深化矛盾 这爷儿俩该打架了 对吧 父子之间该当矛盾了 他向着谁 所以 这个我不同意 这个儿子 儿媳妇 包括女儿都来 他们见过这个先生 见 这个妈妈当时找的 这个老伴 这个男朋友 您见过是吗 见过一次 您支持吗 因为什么 妈妈 怎么说 从93年离异吧 到现在一直一个人 一直我姐我俩都想让他边上 有一个人照顾他 呃 见到这个人之后呢 嗯 我没有说是对任何我妈的那种 呃 怀疑啊 或者是什么 我妈喜欢 我们都支持 呃 当然后来 因为母亲后来也是在那边受了一些委屈 是吧 嗯 嗯 你怎么都快哭了 觉得妈妈很不容易 对 我儿子都说怕我受不起气 去给妈妈一个拥抱吧 嗯 对 对 我告诉老妈 都学习了啊 嗯 好 不要乱说啊 嗯 其实问了一段相亲经历 嗯 可能更多的了解了这些女士 包括她的家庭 我跟大家说一个 我因为我是唐山大地震扒出来的 经历过唐山大地震 对 唐山大地震给我扒出来以后 我也是一个特别幸运的 是把你救出来的呀 是我一个 是我婆婆 我到现在我也感激她 我也谢谢她 您婆婆 我婆婆跟我那小叔子 哎 就是我儿子的爸爸跟那个奶奶 就是儿子那个 婆婆把我爸的时候 那个肉都露骨头了 当时我也是半死不拉活了 也不知道 等到好了以后 我婆婆那时候 都没有肉了 那点孩子们还没有 那年我刚二十三岁 刚结婚 还没结婚 就是结婚这儿拉了 什么都弄好了 被子什么香的也都弄好了 正好压下来 这个背后压底上以后方顶 压的脸上了 没打坏就是闷的 出没耳朵 鼻子脸都紫了 门的那口气没上来 你们一家人 还都平安吗 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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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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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视面前 我这么多年 我没跟我婆婆说一声谢谢 我想对着镜头 向 这家人 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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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买了 这家人 就是 还会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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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都平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包括儿媳妇都来了 你们这个家庭 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和睦 对 就是您刚才说的 就缺身边这么一个伴 对 前上那个伴 那您对我们这位先生印象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 不合您择偶的要求吗 那看先生的吧 看先生 那我理解为 基本上还算是不错的 对 因为这么大岁份了 老了 也不需要什么华丽 也不需要 说以前你看过什么 说就当过主席 以后跟我没关系 是吧 我就是关心我以后 我托付给你了 你就拿我 给我负责 好 拿我当手心的宝 我就谢谢大家了 是不是 陈先生 刚才通过A类的这个问题 我们了解了女士很多的经历 第一类当中请您选择一个 影响了解问题 住房问题 大家想知道我住房吗 我现在可是一个 人家告诉我 说你怎么要分些房来了 你就娶个老头回家 你怎么准备招新郎啊 我说这对 我说伙伴们都乐我 因为我刚分了那个公租房 我到北京以后 儿子归那都有房 我没有房 我是一个单身 完了我申请了一个公租房 60平 在西宵口地铁站 特别方便 特别方便 敢给的还没住住 就等着新郎一起跟您住了 就是6月6号入住 我今天都来这了 哎呀真不错 这好事连连啊 先生您现在住房情况呢 我住东城 一个在东边 一个在西边 但是各有各自的住处 好 那么了解完女士的两类问题了 先生对女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女士刚才也说了 其实对先生印象不错 对 就看先生怎么选了 但是 今天还有两位优秀的女士要上场了 接下来先生 您要认识的是我们下一位女嘉宾 他的名字叫王华丹 今天的选择与以往有些不同 来到现场的男士和苏丹 这位女嘉宾 他也认识的女嘉宾 他也认识的是我们下一位女嘉宾 他也认识的是我们下场上 和田先生继续交流 各位老师好 我叫王华丹 来自辽宁 在91年来到北京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25周年了 然后那个是完全是我自己去打拼的 现在有一番事业 然后呢 也买了属于自己的住房 衣食住行 那肯定不成问题 整个我现在的生活 几乎都是围绕健身 健康饮食 还有家居 只要建设一个和谐的这个家庭 就缺少一个另一半 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 好 两位女士呢 都站在您的对面了 接下来 您将从两位女士当中 选择一位 您希望继续交流的女士 请她留在场上 另外一位女士将离开现场 刚才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这孩子递话筒 品红把话筒递过去的时候 孩子是两个手去接的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很有家教 而且还话筒的时候 也是两个手递过来还的 就这一个细节 你就能看到 马女士又当娘又当爹 把两个孩子养育成人 养到这么好的修养 这女人了不得 对 本身修养 我补充一句 虽然现在我支持的三号女嘉宾 还没有出场 但是马女士呢 谈到她的户口怎么到北京来呢 是享受政策 这个政策是儿子姑娘户口都到北京 儿子姑娘怎么来北京的呢 我相信是读书之后 优秀人才到北京的 这都是信息 对 我们这个王女士 今天是我支持的 首先刚才王女士也描述了 自己是很注重健康的人 我相信您也是很注重锻炼 注意自己身体的人 我觉得虽然可能您的年龄上是 咱们是六十出头 但是我觉得您的心态跟状态 还是比较年轻的 对 咱们要以这个自己的心态跟兴趣点来去继续以后的生活 对 我个人推荐 如果以这个话我个人推荐 咱们王女士 好 先生 我们的老师怎么说呢 决定权还在您手上啊 请走到两位女士对面 好的 您现在做好选择了吗 做好选择了 好 请走到 您希望留在场上那位女士身边 握她的手 把她留下来 贵可能选那女的 五号吗 多优秀啊 我要男的我就瘦了 我就娶她 她是真正也是 就是想结婚过日子的 好 那非常感谢王女士啊 您先休息一下 等待下一轮和二号学生的碰面 好 来 来 来 请 行这么提示的 她还都不明白了 我天哪 你得 你得说上你 要说你找孙儿大 我有事业 我有财产 我有家产 我养得起你 再不行 咱故意保姆 这个行 我娶你就是那什么点 是吧 这个你也有资深感 您可什么都没有 您就那么一间房子 在东城那一间房子 还不知道什么叫房子 您还想电影去这回了 她64了 她还想找小弟嘛 有点 但是人家有人家可以选择 是吧 咱们来讲 就是说的 还是随意的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王女士的基本资料 二号女嘉宾 王华丹 52岁 辽宁人 黎毅 无子女 职业 自营机票代理 北京有独立住房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行的是互动环节 游戏互动环节 大屏幕将出现四种蔬菜 男女嘉宾要根据出现的蔬菜 说出蔬菜名称 猜错一次 在纸牙板上走一圈 以此类推 写完了吗女士 写完了 来先生 先生写的是柿子胶 天呐 活手刮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在这轮提费当中 李师胜 这个我也认识 这个我也认识 我知道这种 但叫不出来 那两位都不会吗 我也叫不出来 胡博士 这个20块钱一斤大约 这个叫刀豆 刀豆 你还不说它是龙豆呢 对对 葵 秋葵 来 秋葵 哎呀 这不是吧 秋葵 秋葵 对 秋葵 下一个 老吃这菜 这就拍点蒜 一清晨 割一点盐 上什么都别割 就行了 菜 菜 我也认识这叫菜 这菜是爽多 这我认识 这菜一时叫我详 我也说不出来 你也说不出来 你也说不出来 你俩还好好的呀 这种菜一般不怎么买不好炒 来 孙兰儿 这菜叫什么 呃 绿椰菜 这这木耳菜 这炒木耳菜 你刚才听见得说了吧 我听见我也认识 怎么会是木耳菜呢 这炒了吃的木耳菜 这难道不是芥兰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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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这是木耳菜 下一个 还真不认识这个 这漂亮 五彩 这我知道 这我认识 来 你们都不知道是吧 知道的 那你要再打破这个 就是第四个错了的了 先生 哎 我惩罚的 先生错了五道 女士错了四道 那也不光彩 不是不光彩的问题 我们这个游戏有惩罚的 来吧 划上错了一个 指牙板上跑一圈 什么 怎么什么板 指牙板 您上来教室 看你买的指牙板 看在脸上有多硬 要是那个软点的 那个还好点 刚才女士四道题没有打上来 要走四圈 先生是五道全坐 走五圈 由于两位刚才呢 也是在一个互动游戏当中 所以这一轮我们的惩罚 两个人要并肩走完 四圈半 疼不疼啊先生 疼啊 疼也得走啊 你咱们按摩 四圈半 四圈半 好像跟没感觉一样啊 我家厨房的鞋就是这样的 专门每天穿成这样的节奏 对 按摩足底学位 对 只要把他俩俩举着手走 你可以看见 两个人冰着走 我最起码让他搂着我的腰走 但怎么不默契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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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每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同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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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只不过 所以 四位 感谢观看 这话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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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对 看看 感谢观看 哇 最强 就是 赢 赢得 那您 感谢观看 有有 对 就是 都去 对 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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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